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曾经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合作 研究开发出曼陀罗风水的建筑体系 也曾经获得居家吉祥风水创意设计领跑者的称号 首先还是来欢迎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好 各位观众好 九岁来好 是的 谢谢陈林先生继续来给我们讲解风水之道 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11月15号 川普总统 前总统川普应该这么讲 要宣布参选这个2024年的美国总统竞选 这个消息大家等了很久 那么我今天想请您能不能从这个命理的角度 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接下来川普的运势和走向会是怎么样 是的 因为这个我们上次不是讲中期选举的是吗 就被我们的我们用曲门顿奖预测的几乎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 川普还是宣布他要参选2024的总统 之前我们有讲川普的运 就是说他的运还是不错 所以他已经转运了 他已经转到一个冷水的大运了 算不错的 就算今年来讲还有五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嘀咕 他可能真的会宣布参选 那原因是什么 我也告诉大家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以前的我们有谈过的 这个川普的八字 跟这个美国的八字很相近吧 我们先不要谈十柱 就谈前面的这个三个柱 前面就有这个四个字是相同的 所以有人就把这个 我们中国人就把这个川普叫川建国 对对对没错 川建国就实际上就是说 他八字跟这个美国的八字很相近 他叫川建国 但是呢这个川普的 这个他的相貌 我们之前有聊过 他下一个奴就 川普的项目像一个白虎看 像一个王者嘛 像一个虎看 像一个虎 所以白虎呢 当然是王者了 但是呢 白虎又容易惹上官非跟是非 这就是他一生的一个特性 就是一生都有这个官非跟是非 一直在这个围绕着他 所以他是一个锋盘毕露的人 但也有很多人反对他 有很多人支持他 就是他的一生的 那我们再继续往上走 川普又很 是一个很大的家庭 以后有机会我们来谈八字里面 代表的每一个成员是什么 那这个大家庭里面呢 其实有上次有讲过 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妻子 其实是他的命格中 最重要能够帮他的两位 所以我们往下看 就是川普的女儿 对帮助很大 等一下我们来看川普的八字 就知道了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参选呢 他的女儿不支持他 也不帮助他 对 所以这个帮助 这个帮助 因为他女儿代表正观 正观就是我们所说的 事业之关性 只有正观应强大的时候 他才能坐上总统的宝座的位置 可是这个正观应在他 所以我们的八字学是这样的 他有分几个门派 主要的分三个大的邮派 第一个叫做格局派 就是分析这个格局啊 那个格局的 他的 但是他也有个弊病 就是当分析到流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大运跟流年的时候 有时候会很难判断准确 很难判断准确 对 所以很多人就讲格局 讲格局 因为格局是一个配置 就是这部车的配置 我不说八字其实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开了八字班 哇 报名的特别多 已经出过了七八十个人 哇 一直在涌入报名 我们而且已经上了两堂课以后了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 因为我用白话语言来讲 就是我们其实来这个世界上 就是个旅程的旅途的 而这个日元 我们等一下看这个日元 就是我们讲的川普的日元 就是开车的这个人 而其他的这几个字呢 就是我们的配置 就这部车的配置 对 那这个格局我们可以讲说 是个配置 可是那个大陆呢 实际上就是车子开的这个道路 那每一个流年 就是他所经历的一个风景 所以我们在看川普的八字 来去看我们细谈 川普是属于己 甲乙丙丁物己 这个己土就是跟 是土壤 就是回沃的一个土壤 所以美国也是己土的 所以己土我们一看 哇 生长万物啊 都是我们都是从土壤 我们人类啊 大部分全部的几乎 都是从土壤里出来 所以美国其实很 是一个非常回沃跟丰富土壤的一个国家 没说吧 是吧 所有的都是丰富的 这是己土命格的一个特性啊 但是这个 但是川普是生在五月 五就是火的月份 火很多 那这个土就很燥热了啊 当然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叫正观正硬格 到了运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格给破掉 他实际上来讲的话 到了最后的在八字学有一个叫穷通宝剑 他把这个东西的给把格局的这个思维模式给破掉 破掉以后呢 他说用什么方式来看呢 就是代表旺摔洗剂的方法 就是这个 这个温度 就是看这个车实际就用自然的方式来看八字了 嗯 那但这个方式呢 看我就是我教你的这个四季方法 实际就是来源于这个穷通宝剑的里面的革新内容 他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人的 就是几土的 他是如何发挥的 发挥到就是一个 就像一个图画 就像一个美丽的图画 嗯 就像我们讲特斯拉样的 有树是不是要有有太阳啊 有土壤啊 对不对 你这幅读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所以用这种方式呢 容易学 容易学 就不容易那么多的格局而造成了很多的混乱 呃 但是而且判断的 运的走向呢 很准确 但是他要有一定的功力 所谓 我觉得功力是什么呢 就是思维模式 就是想象力 嗯 就是思维模式越强大的人呢 学习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讲的叫 呃 就是旺衰派的这个思维啊 是比较容易的 而我们我们讲的这个四季 四季改变 其实就是旺衰派的思维模式 所以 当我们知道 当一块干的土壤 一定是需要金跟水的 要水嘛 嗯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发现 而且 而且我们以前有推演过这个川普的八字啊 嗯 38岁到47岁叫戊虚大运的时候 走土的时候啊 他是最倒霉的时候 而后面呢 48岁到到那个他做总统那段 走了害子丑 这是水域啊 金水大运 是最旺的时候 别说吧 别说吧 所以完全符合 所以 呃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旺衰四季的这种方式 就这个我们讲的 穷穷保健的这个理论啊 非常的简单 而且 而且很实用 那我们来分析 以前我们讲说 现在川普是已经走到了77岁了啊 已经走到人了 叫震财大运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他已经走了五年的震财 这个人水是大海水啊 所以为什么川普叫海湖庄园 你知道吗 所以川普也是学风水 我不说了 一定是有风水 风水的大师在帮他指点的啊 这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不用说 因为川普在他的这个翻运的时候 是通过风水师在纽约 把他这个楼盘给翻起来的 那谁叫海湖庄园吗 对不对 海湖庄园是不是水 对 当然 湖啊 所以说 这个就是可以说叫格局说 哎呀 格局说哎呀 水的土的话不要太多水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样的 你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车子上 如果你的车子呢 太热了 你是不是爆掉了 嗯 你要降温啊 对 对 对 这就是 这就是这种思维理念啊 这个思维理念 就是符合自然的思维理念 而不是纯粹的谈局 格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呀 老师你怎么不谈那个声闹的东西呢 嗯 其实哦 这世界上的是很多人愚蠢到自己是什么呢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是最厉害的东西 嗯 对 是的 越复杂的东西其实是搞把自己给钻进去了 他们听的觉得很过瘾 实际在这实际应用上来讲 他又不是这回事 就算不准了 所以你看 谁叫海湖庄园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当时就说 当川普今年七十四月走五年政策运的时候 我就知道川普有大工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走政策 这个冷水是他用神的 要水呀 嗯 对不对 那那川普为什么要去 要宣布要去这个竞选的 因为川普的 他并不是为了共和党的利益 也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理解了吗 这个利益不是政策了吗 那天我只是说了 我又不好意思说 我已经点化了 他是为了台嘛 当然 为了民嘛 对 难道如果是为了共和党利益 他为什么要去参选干嘛呢 去退下嘛 对不对 对 就像奥巴马亚的嘛 是不是 像克林顿扶持嘛 扶持新人上来嘛 对不对 也没有必要说台偶要复仇嘛 这不是站在客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吗 嗯 他不是站站在民主角的角度 也不是站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美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了 嗯 现在的川普的没脑子里面想到就是我个人的利益 对 我要报复 我怎么赚钱 我要报复 我要赚钱 我要得名得利 嗯 这是他的思维模式 他已经走入了这个冷水 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年开始 他至少可以折腾五年 折腾五年 就正才五年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走的叫人云大运 叫正才这五年 所以他必然的 但是呢 走到人云大运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他的推避图 嗯 看到这个推避图的时候呢 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秘密 哎 我们不要说泄露天机吧 嗯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天机就归于推避图好吧 不是我个人泄露的天机 对不对 啊 而这个川普走路了人云大运 我们就知道人当然是没问题的 从今年开始的往后走 再往走四年啊 嗯 他的冷水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一定是可以的啊 但是我说了 他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美国人民 他不是为了共和党的利益 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因为财 对 所以做生意的来讲的话 就是谈利 对 对吧 没错吧 对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 但是我们看了这幅图 真奇怪的 怎么是这幅图 这幅图的上面写了一个叫 移 你看老天告诉他 移 移和园 移养天年 嗯 老天要告诉他 你在这个时候 你要移养天年嘛 嗯 对 而他现在不要移养天年 他还要往前冲 对吧 嗯 是不是 以移 所以这个 但是推背图的这个挂呢 就叫做 可能是写错了 可能当时是 这个是原始的图啊 嗯 但是实际上写 移挂呢 是叫三轮移挂 这个移挂就是要 圣言结线之相 修养生息之相啊 对不对 嗯 要退 以退为首之相了 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 他现在干嘛呢 哎 他要干嘛呢 他要冲出去 叫先发智能 对 你们 你们都不要 没有人在开始宣布的时候 我先宣布 我要我要参选 对 对 他先发智能的本质 就是说告诉他 你们不要 告诉德桑 德桑得失也好 别的共和党 你们不要跟我竞争啊 嗯 我是要 我要来选的啊 懂了吗 嗯 这个就是他先发智能 他对不对呢 我们再来看 那这幅图呢 其实很清晰了 这幅图实际上是讲什么呢 是讲日本清越中华 中国的一幅图 嗯 这幅图叫做鸟无足 这个鸟啊 是没有足的 没有没有足 所以这很久 你如果要这样做呢 就像你一个没有足的一只鸟 站在山顶上 你懂了吗 嗯 就是川普 一个人站在山顶上 没有足的山顶上了 所以三有月 这个三有月是什么 就是说 山的下面两个月 就是崩崩盘的意思 崩的意思 哦 对 懂吗 对对对 对对 那旭出生 伦都孤 这实际上是什么 它就是太阳 当时指日本 日本的这个太阳的 外腰升起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就会 就是我们中国 清越中国就会开始了 就是这个意思 包括这里讲的是 十二月中气不合 南山有雀 北山罗 这讲的都是 这个卢沟桥四边 那个时间发生的点 发生点 但是这里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 叫一朝听德 荆基教 大海沉沉 日已过 这也说明了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 荆基一叫 什么这个 亦是代表 基年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太阳 就是大海沉沉 就是什么 这个日 就这个太阳 也光飞的太阳 就落下来了 就平静的 那也正好 也就是 真正的时候 就是日本 就是在今年 好像一直有 四五年的时候的 这个抗日 就平息了 其实这个时间 说得很准 这推背图 但是我们 我们说了 太极是循环的 推演是中华民主 但是我们既然 既然川普的八字的运 走到了这个人 就有一个意向 我们来做解释了 什么是 一朝听德 荆基教 大海沉沉 日已过 我们来翻到前面 这个川普的八字 就看到了 看下前面 川普的八字 对 川普的八字 我们来看 我们说要旺四年 叫五年时间 叫人银 我们从七支 他就是今年是2022年 对不对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真好要到2027 也就是 也就是什么年 也就是83岁到84岁 那段时间的时候 川普的命格 为什么会翻盘呢 因为这个 银武虚 大火出来了 大火把这个土 全部都要烧干 也就是整个命格局 给崩盘了 所以 这个里面 就发生一件事 你看 2029年 真好是有次 病复兴到达了 所以这个时候 也就是 整个川普的日落 从一朝 金鸡跳的时候 太阳就落下去了 这个我们所 一代的 一代的 这个 王 涌落了 所以就是 那个时候 应该是他会 逐渐的没落了 没落了 包括他 可能这身体 所有的 也可能生命都没落了 就在那个时候 全部把它烧掉 了解了 对 这个就是 整个他的过程 我们就知道 这个鸡 我们这个 这个节目 可以查到这里 是不是推六图 所演化的 因为是符合了这个有 正好他也有有 很奇怪哦 正好走的 这个大运 这个大运 就是这个 银的大运 银武虚的大运 是火局啊 最强大的火来了 他不要火 那既然变成 一个强大的火 那把它围住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 当时你会来 所以我就说了 这个川普的运呢 还要走这四年 还要走四年 所以我们的 我们这四年 会看到川普的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为了他的复仇 其实就是为了 他的利益吧 为了钱财吧 为了他的民企 了解了解 而不断的去 去干嘛呢 去 赢得 赢得他的这个 他最后的辉煌吧 好 那所以这个 陈林先生啊 你说到了这个 他其实 本身是为了自己 为了复仇 那么这个 并不是为了美国 为了共和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在 我们说2024 他已经既然宣布 出来要选的话 那他肯定会 这个成为 应该可能会成为 总统的候选人 那他到底还能不能够 再次的成功当选呢 我知道您在 奇门方面也是这个 根据时间 来判断是很准确的 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个 川普的这个 奇门盘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 我们之前的这个 奇门论奖的盘呢 有还原的功能 还有这个预测的功能 都非常的准确 我们就来预测一下 川普 他如果要去选 2024的这个总统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状态 我们就 以这个盘 怎么来打开 就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来看 以2022年的 11月15号 因为他是 11月15号 晚上的9点半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他在他的 川普在的海湖庄园 宣布 2024年美国要参选 美国的 第二次需要去参选 美国总统大选 打开这个盘也很神奇 这完全符合 完全符合什么 你看 冷水 我们讲 冷就是代表 内日的天干 就是带着主体 这个时候的主要目的 就是冷 我们来查一下 这个冷在 奇门顿甲的盘在哪里 在东北方向的一个冷 看到人 也出现了一个指辅 我们之前一直说 指辅代表什么 代表老板 领导人 对不对 代表的是领袖 你看他是不是为了领袖之战 就出现了嘛 就指辅就出现了 出现了之后 出现了什么 渡门 门破 渡门 渡门本来不好 而且还门破了 被击对了 所以他这个事情 就被堵住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呢 有打了一个圈 代表空王 这个事情是一场空 对 一场空 然后呢 这个人代表的是 上次我们讲人就是 我们讲那个胡锦涛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人 对不对 这个人就代表了陷阱 代表的是什么 迷茫 连入了迷茫之中 然后呢 心就是他内心是错误的 这就是一个意象的 那你以这样的一个意象 能竞选成总统吗 我相信不可能的 这不是已经说了 他就是空王吗 一场空 一场空嘛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好了我们就来谈 他现在认为的对手 是不是拜登 对 就是拜登 对吧 对啊 那拜登在哪里呢 在新的位置上 新的位置上 那新的就是对手 所以对于对手来讲的话 比较惊恐 懂吗 然后呢 新的又悬 然后对于拜登来讲的意象 也不好 为什么不论 因为现在他也是一个 在摇摆弧定 在悬的状态之中 对 我觉得拜登也没什么希望 没希望 因为所以说他对他来讲 拜登来讲 又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我能不能顺利能够 做完这两年 这两年还能做完 你现在就来开车 挑战我干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的先发智能 是错误的 确实上应该他后发智能 哦 要先等拜登 因为年年那年是水年 那年是 我们是 明年是不是兔年 兔年其实是 也是木生活之年 到了我们讲农年 2024年 我们不是说了 人类整个要发生 大的变革的时候吗 是水啊 这个水其实对水库 其实对于这个川普 是比较有利的 懂了吗 嗯 所以如果他在那个最晚的时间 宣布是最有利的 而他偏偏 偏偏在于一个 呃 在他什么 在他时机并不是非常好的时候 宣布了 嗯 对 那 当然了 其实他本来的目的 也不是要干嘛 不是真的 他只是为了复仇 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 还有这个能力 可以影响整个美国 其实现在的美国 他我们不是有个cycle 我们不是看过美国图 对不对 对 最后的那幅图 我们讲说 2027年以后 美国要走入 20年的金的大运吧 嗯 那这个金就是代表改革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我们要往金融的 让我们为国家的金融 而这个专注在这个位置上 而不是在斗争之上 嗯 所以我预估说 我包括我们 包括所有的美国人 都在期待着一个什么人呢 不是在于两党之间的斗争的人 而是在于能够帮助美国的人 嗯 帮助改革的人 帮助美国提升国力的人 啊 这就是 对吧 对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但是这个 这个陈林先生你能 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 这个将来我会请陈林先生 来带大家看看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 然后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他到底有可能是谁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2024的候选人 可能大家稍微的有一点 有一点异象 但是当然接下来两年 还有谁会出来 这个不一定 但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当然川普总统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德桑提斯 这个是很多呼声会有的 然后就是纽森 就是民主党这边是纽森 那么当然对于共和党那边 还有彭斯 还有蓬佩奥 就是这些都是 有可能会成为这个 在党内这个竞选 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人选 所以未来我会请这个陈林先生 也从这些人当中 来看看到底谁 是能够真正为美国做事情的 好 然后这个我们今天 这个部分先告一段落 因为等那个慢慢的时间临近的话 可能陈林先生可能会看得更加的准确 然后我们知道2023年呢 这个是马上就要到了 因为你看感恩节就要到了 那么上次你也说过 2023年呢 是有一些属相是犯太岁的 所以呢 在这里我还是想请陈林先生 来跟我们讲讲 这个犯太岁到底 对我们自己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对 明年的话 因为我们都年底了 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是 我们明年好不好 对 对吧 我们要为我们的明年做准备 对吧 特别明年其实经济不好 我们可以预估到的 预估到 包括地产 包括金融 你看这么多的大量的财源 这是必然的 其实风雨欲来 已经是感应到了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明显的明显 但是呢 无论世界怎么变 我们首先把自己变好了 那我们有这个 有一些生肖 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生肖是来犯太岁的呢 就是说 这是一二三四五个生肖 是比较多的 犯太岁的这个年份 鼠兔的 鼠马的 鼠龙的 鼠鼠的跟鼠鸡的 那这个五个生肖里面呢 冲太岁是 我说了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然后在于形态税 还有持态税了 那至于破态税跟害态税 稍微比较弱 好 那我们来讲说 中国有个古语叫做 这个 太岁当头做五孔必有祸 那是什么 因为太岁其实用科学的 我们的科学的心体角度 太岁代表木星嘛 那木星比地球那么大 当然它会影响到地球的这种 磁场跟能量 所以我们中国喜欢把这个神话 把它变成一个 我们的一个习俗 所以犯态税不管你是 今天是老中也好 老外也好 因为我们都生在地球 都会都存在 都存在 但所以说 不管你犯态税的年份呢 一定是要多为保守的年份 不要太激进的年份 犯态税一定会出现一些事 比如说生病 破财 对吧 或者是这个摔跤 或车祸 都有可能发生的事 或是非 口识 或官非 都有可能 像范冰冰药的 他发了8.8个亿 还是躺的重将 对 所以这是太岁的力量很强大 所以我们要化解太岁 要化解太岁 了解 那我们讲说 怎么化解太岁呢 我们说 这个有一个太岁 所以化解太岁 我们要知道 明年的太岁是什么 是谁 是谁 对 看看是谁 我们现在了解 是谁 哪个是当皇帝的人呢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幅图 叫2023年的 鬼魔 其实大将军 对 你看这个大将军 有点像弥勒佛要 很棒 对啊 看着并不是很凶神恶煞 但是还是会给 有些人带来不好的运气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皮石大将军呢 就是我们叫太岁新军 我们的道教 就把每一个新军太岁都取了一个名字 把它神化了嘛 但是呢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这太岁来源于我们的意思 你知道吗 哦 为什么 我们的脑 我们的脑部 其实就是个宇宙 你觉得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脑细胞 其实也是不可限量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我们脑细胞有多少 也不清楚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是吧 可是我们这个宇宙 也是不可清楚的探知 所以我们的脑部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宇宙 一个 我们是个小宇宙 那整个外面是个大宇宙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了一下呢 当我们去败太岁的时候 哎 这个是有用的 因为我们的意思说 我败了你 就你不要来害我了 对不对 我们是朋友 对不对 就像你 我去你家做客 你就不会害我 对不对 对了 所以其实败太岁有没有用 哎 还真的有用 所以我们呢 可以 因为明年的太岁在哪里呢 在东边 对不对 在东边 对 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打印这张太岁的符 或太岁的这张符 在你东边呢 哎 去拜他 在什么时候拜呢 在2月4号之前是可以拜的 因为历春之前呢 在之前就就拜访他了 告诉他 希望你能 我如果我犯太岁 应该我犯太岁 希望你能够帮我 希望我 我们并没有对你冲突 我是跟你一样的了 你要庇护于我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行为呢 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了 就能帮到自己 这是很有用的一个啊 嗯 第二个 但是不能够在东边冻土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你家的东边冻土 或者你 你如果是坐西朝中 对面在 破土 都会对你有影响 嗯 哦 对 不要破土 然后呢 然后呢 那我们 除了这个以后呢 拜太岁的时候 还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还有一个 我们呢 提前呢 可以去 呃 去这个 我们的这个医院呢 做检查 抽血 就提前的这个 把这个血光之灾化解掉 就是做身体的检查 也是可以帮忙 化太岁的方法 哦 了解了 对 对 检查身体啊 因为你检查身体 是不是要抽血 对不对 有些人会说 我去献个血 这样行不行 对 献血也好 或抽血 去检查都可以 就是你本来可能会产生 血光之灾的 可是我提前就做了这个事了 就把它应激了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太岁的另外一个半 我们讲 另一个半 就是合在一起 叫做狗 去 去 去是狗 对不对 去 那去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所以有的人呢 希望得到合力 就是我跟你 比方说是习大大 关系很好 而且我还跟你的老婆很好 我跟你彭丽媛的关系也很好 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西北方呢 其实摆一个叫做 我们所称为的这个 吉祥的狗的艺术品 哦 嗯 这样就产生一个合力 合力 当然呢 中国还有很多叫 躲太岁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会有奇门顿甲的 这个躲的太岁的方法 包括 当然你们也可以去 庙里面安太岁 道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斗母援军 他就是管这些 所有太岁的 要去拜 那佛教叫做 摩利之天 也可以修摩利之天 或者是引盾 盾掉这个灾难 确实有用 确实也有用 包括身上 佩戴一些吉祥物啊 包括一些附身符啊 都有用 包括呢 这个都多 多积善功德吧 包括这个 你可以放个五地铜钱 放在你的枕头下面 也可以 都可以 但是呢 大家谨记啊 犯太岁的人呢 一定要化解 明年的 五黄跟阿黑的心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 想讲的 九宫飞心里面讲到 这个五黄呢 正好就在 飞到了西北位置 所以明年的 所有的老板 其实都麻烦 所有的老板 明年的所有 大部分的老板呢 都在 很头痛 你看已经很多人 已经明显了 那就不需要看属相 就是只要是老板 就会头痛 都会头痛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天体 五黄已经到了 西北方向了 所以明年的 做生意并不是 那么容易 做生意的老板 都会很头痛的 所以就 从这里来看 所以经济上 就会有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这也是啊 所以那个 贝索斯说 我们要进入寒冬了 是 对不对 实际上 我们这个 包括特斯拉老板说 把这个推断说 我们要推起裤子了 都这样说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明年的老板 所以那怎么办呢 我们明年 五黄到哪 到了西北 所以我们要化解 五黄的能量 西北 如果你家西北 如果是 是什么厨房 那很麻烦了 因为火又生旺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要摆一些 这个金属的东西 比方说五帝铜钱呢 或者是一些 有关于金属的铜铃呢 风铃呢 在西北上来化解 一定要化解 就挂在门上可以吗 挂在门上 或放在那里 也可以 让它产生声音 如果你家的 你家的门是西北方 那你要挂一个铜铃 让它产生声音 懂吗 声音 叮叮叮响的声音 就能化掉它 因为这个五黄 代表是 我们讲 用一句词 叫做母叶叉 母叶叉 因为它是属土 母性 对 那母叶叉很厉害 可是让它 土是生金的 让它生出孩子来 生出孩子 它就不会 它就生之慈爱之心 它就不会害你了 这就是原理所在 还有一个心 就是东方的 二黑病妇 我一直来聊 我说从现在开始 往冬季往走 美国其实 还是存在着 很大的这个流行病 隐藏在这里 一定要小心 我之前有跟 很多中医 我在跟他们讲 您是说还有流行病 您是说这个 除了新冠之外 明年 那我觉得今年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陈林先生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RSV这个流感 非常厉害 已经出现了 这已经很厉害 就要延续 一直延续下去了 就不会停吗 这个没有季节性 我们知道流感 是有季节性的 所以你觉得 明年这个流感 会一直存在 对 就是又是变异到存在去 所以我在11月份的时候 就很多中医的那些 他们都治过 四五百个COVID的 我都跟他讲 你马上要备药了 所以他们在群里面 就谢谢我 我在之前 就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二黑病夫 就是你到达之前 他不是一月突然到达的 他是有一个前兆的 了解吗 所以已经 明年是二黑的病夫 一定会到达东方 这个东 我会 我说的东就是美国 因为在中国的东边 中国的东边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 当时武皇到 飞到美国的时候 武皇 就是2020年 整个美国差不多 全部都是 自家隔离状态 就是一个飞行 没有办法 就是天时的飞行 飞到了 就是天时到了这个 就会产生这种力量的 所以说 明年我们每一个人家庭 在东边 一定要摆一个 胡 胡的叫天一 把所有的病机给收走 就是这个意思 了解了 好 所以这个 关于太岁这个部分 刚才陈林先生 给大家稍微的讲解了一下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可能还是会 有点云里雾里 但是没关系 刚才陈林先生也说了 他现在开的这个课程 有很多人的报名 所以呢 最后我们还是请这个 陈林先生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怎么样来报名 这个课程 您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是 我们这个 已经开始了 这个八字开运班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 踊跃 而且很多都是小白 也觉得非常的好 很受益 我这个班是 实际上在美国 是第一次开 因为我在中国以前也有 20年前也有教八字 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班呢 一共有五节大课 有30节的视频基础课程 那什么就是 当然其中包括 我刚刚说的 一定是新年开运的内容 在里面 如何用躲掉 我们讲躲新 什么时间去躲掉 这个避开这个时空的煞气 特别是太岁 半三岁 还有包括什么 在新年如何开运 都有 那还有呢 就是说呢 这个 我们这个班的 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 是两手抓 什么叫两手抓 以前的人呢 学八字什么 他专注于专门算 知道吗 我们叫 以前叫说算命吧 算八字 对不对 他一直在算算算 这是一个手臂 一直在算 而没有在思维模式 在改运上面 在改造八字上面 所以变成是一个独臂的 所以当他碰到了 一个瓶颈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 去帮到别人 而我们这个班呢 是两手同步 一步学习算 就是基础知识 一步学习如何应用天体 学习的知识 来帮助自己改造命运 其实万法为新造 所以说 新转变的 一切就会转变了 你的模式 你的思维模式 是决定你的 将来的成就的格局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 希望大家可以来 来这个联络我 我们还可以来上这个班 希望大家多人 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很多人都提出了 觉得太新颖了 太新颖了 因为我颠簸了 你们的思维模式 什么叫颠簸了 就是说 很多人只说 认为只有八个字 我觉得唯有八个字 我们举例子 同样一个小时出生的 那是不是就同样命运的人 不是 不是 肯定不是 哪怕是双胞胎嘛 对 也有差距嘛 所以说呢 其实这样说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 老天让我们学习 只有八个字 其实还有 现在是到十嘛 是不是还可以 心却到分 也演算方法 如果将来 我们的科技 发明了分 是不是可以到秒 甚至到毫秒 对不对 那到那个毫秒 那个时候 那就知道 每个人命运 更细微了 不同了嘛 对不对 但是老天 并没有把这套理论 传到我们现在 没有了 但是为什么会 只有八个字 而没有十个字呢 没有十全十美了 原来呢 后面是要我们去改造的 需要我们后天去 去创造 去改造自己的命运的 嗯 了解了 好 谢谢陈林先生 这个今天 陈林先生 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以及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学习 如果大家还有 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直接来 扫描陈林先生的 二维码来 向他直接的来询问 那么这个 我们其实 这个跟陈林先生 做这个节目以后呢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还是 觉得受益匪浅 我觉得每个人 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 都是希望能够有 预知的功能 但是呢 这个 我相信通过 陈林先生的指点 你能够知道 自己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就已经 很好了 今天也非常感谢 陈林先生 与大家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是的 也记得每个周六的 每期时间 早上十点半 都不要忘记收看 我们罗城焦点频道的 陈林先生 来给大家说风水 有什么需要的话 也可以在直播的下方留言 或者是直接来添加 陈林先生的微信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